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见三菱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我任何问题 不收任何费用 小胖哥最近打算招待你 如果说有好的建议 可以聊一下 前往都可以找到三菱小胖哥 京东招商每个页都会出 上一个页的招商宿地 每一个页的京东招商宿地 我都会去看 本期推出的就是 九页份的一个招商宿地 九月份京东就是宠物进行了 京东宠物的进行一系列的 优惠招商 推出了一系列的招商服务 招商政策优惠等等之类的 宠物的这个类目 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类目 但是特殊资料比较多 还算是不错的一个类目 目前还有优惠政策 想入住京东宠物的 可以来勾搭一下 九月份最火的 应该是属于 京东国际买手店这个项目 京东国际买手店 在过去的三个月 我们开了很多国际买手店 说明这个买手店 这个也是火热火爆 京东国际买手店 也持续的向每一个类目 进行一系列的招商 如果说你有个体工商户执照 其他的我们来操作 想入住京东国际买手店 可以来勾搭一下 京东招商出了 目前特殊的类目 大部分的一个质保间 都降到了一万元左右 过去的九月份 还有一个比较火的 就是农资演绎的 农资了从过去三万元的保证金 每个月一千块钱的平台费 降低非常大的一个优惠政策 进行招商 目前走招商特殊申请的话 是不用年费的 直接免到明年的三月三十一号 那质保金只要一千块 很多朋友就会问 明年三十一号 三月三十一号之后 要不要补交 年费要不要 这些我都不知道 因为京东每个时期的政策 都不一样 明年三十一号之后 有可能 要 有可能不要补交 都有可能 反正不管要不要 你就是开这种类目的店铺 你们只要好好做 做几个月 基本上也可以 过去九月份的招商宿地 聊了还有就是京东跨境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 在问京东国际站 海外的一个国际站 海外的专营国际站 招商里面 各种数据也有体现出来 那如果说你想做 国际的海外店 我是不建议 因为我建议你是做买手就好了 买手店的成本低 如果说海外国际专营店 其实渐渐这种比较贵 而且要各种各样的海外资料 国际的海外专营店 你必须得有海外的一个商标 海外的一个公司 授权证明报告等等之类的 跟我们国内开企业店铺 是差不多的资质 而且这个一般 像国际的专营店 它是没有优惠的 保证金年费 都是比较贵的 一般保证金 它是算美金的 两千到五千美金不等 年费也是两三千的一个美金 这个东西就看你做什么类目 不一样 那如果你们在入住 京东各个类目 对一些什么资质啊 资费啊不清楚 你都可以截图给我 我发链接给你 告诉你入口 那如果说 你们有齐钱的一个资料 或者说资料不齐钱 想来京东开店做生意 我们这边也可以帮你操作提交 毕竟经验在那里 看你是要入住 京东小店 京东买手 国际买手店 京东企业店铺 专营店 京东汇彩店铺 二手的拍拍之类的 这些店铺呢 我这边呢 都可以帮你去搞 有资料帮你搞 没资料也可以搞 看你们要做什么 9月份的这期招商速递呢 就这样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